承诺疫苗已经确定买到2000万剂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 针对疫苗采购专案报告 但国民党立委炮口对准的 还是指挥官陈时中 两个礼拜前上个礼拜都是浩大喜好 都来了什么都要打了 我没有这样子讲 我说我们接到 你给人民的感受是这样子 国民党团总遭费洪泰打头证 就先为了买到多少剂疫苗激动大骂 完全不让陈时中接话 就连指挥官要不要率先带头施打也要骂 当指挥官的不给你的部署信心 我的部署先做白老鼠死了活该 我们不是说让别人做白老鼠 这种人当指挥官 别人先死没有关系 我不能先死 好 部长你真的有点丢脸 直接大骂丢脸 倒是陈时中临危不乱反将费洪泰一军 我是你 我就把他换掉了 要有指挥官要有绝对的信心 指挥官要有绝对的权威 如果不好就不要进来 好吗 我们宁愿等 好 谢谢 这一季回马枪让费洪泰认了几秒钟 费洪泰又是拍桌又是叫嚣 直到换人直询 陈时中才终于能好好说话 針对外界对于中国疫苗的疑虑 陈时中再次强调要依据科学判断 立法院新会期刚开始疫苗就先成为在野党新战场 三人权 萧宇之周凯 台北报道